沒有的 我就是知道我們學校外面有一間維多利亞酒店 但我也是問 但中學時沒有留意 中學時是不知道的 原來就是維基在外面 所以就找了一群出來 我可以想像的 會有BDSM 會有承博 會有Drag Queen 藝娘 可能是Last Gay的人 甚至是多人運動 我就想集合一群好像很少眾的人 大家一起會不會營造一種力量出來 其實我們一點都不少眾 我們是一群很大的人 大家好 歡迎來到《音聲細氣》 細氣細氣 第七集 今集很高興邀請到Jerry雷心如上來 Roll!Roll!Anyway! 我們還有Anyway在這裡 很久沒有拍過了 《音聲細》 突然間很陌生的感覺 是啊 所以才來到第七集 因為很久沒有拍過了 是吧 算來收睇 他又忙 我又忙 又擲著片尾部 所以沒有約到任何人上來 沒問題 好 今天請Jerry上來 先發掛一下 最近有什麼動作 最近出了新歌 叫做《龍鳳登場》 這是最近的搞作 幾個月前就出了 我真是神癮了兩年之後的 第一首comeback的歌 叫做《甜心老爹》 所以現在希望目標今年隔兩三個月就出一首新歌 勤力一點 這件事很勤力 其實也挺累的 你想一下 基本上現在在唱歌的時候 就要準備下一首 又要想個MV 又要再準備其他製作 所以基本上就不會停的 不能停的 是啊 好 這次龍鳳登場 我覺得可以重點說一點點 先讓大家留意一下這首歌 這次也經過HSP的連結 所以找到你上來聊天 這首歌想說什麼 其實本身這首歌我打算是三年前 我有一首歌叫做《陰陽道具》 那時候出了這首歌之後 我覺得之後一定要做一首終極的歌 去回應《陰陽道具》 始終會有些網民 始終會有些人覺得 你在做一些性為題材的歌 講得這麼直白 為什麼你要這樣來表達呢 之後可能會有些評擊 就會說 為什麼要做一些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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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的MV 那些視像 其實都是比較很直接的 真的按什麼看 真的好像有一個行為給你看 所以我就很想 這首《陰陽道具》之後 做一首終極的表達 來回應這件事 終於事隔了三四年之後 現在就來一首《龍鳳登場》 來回應各大的評擊 就是說 你儘管去羞辱我 儘管去刺激我 儘管不喜歡這件事 你不想我說 我更加要說 這首歌本身 開宗名義是說性愛這件事 但我覺得現在去到最後 是發大更大的意義 更大的一件事 因為你見到最後 有一大堆的英文 My pussy my choice My slutty my choice 但已經變成 My gender my choice My color my choice 就是說你人生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就算你遇生俱來 又或者你生出來是男生 你想做女生 其實是你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現在 連同MV 整件事是很大的力量 已經變成LGBTQ plus 整件事 因為MV裡面 介紹了很多小眾的文化給大家 可能大家平常都會聽過一些訪問 可能是藝娘 Drag Queen 但這次就是 譬如你剛才說 HKSP的LINEUP 我相信 將一個多人運動的文化 放在MV裡面 或者音樂裡面 介紹給大家 我想都不多 不多這些文化的介紹 所以這次沒有想藉著MV 以及藉著歌 希望大家可以有多一種 和而不同的接納和可能性的一個態度 我經常都說 香港所有這些電影也好 音樂也好 都是封建制度 對 好像越來越 我覺得越來越倒退 其實 是的 你看回七八十年代 他們口的對白 是可以說一些很出的東西 是 即是 很過夜 也好 總之再出一些的也有 是 女兒行不行 那些 即是去到 最後報告 她都可以在電影上出現 但現在呢 你嘗試說少少這些東西 就被人揍 說什麼事 是 一定要寫這些對白什麼 是 即是何時會變成隱悔 一定要隱悔表達 一定要用意境去表達 即是 為何不可以很直白這樣說呢 即是直白就是噁心 為何會有這樣的思想 在哪裡來 我剛好我們開始直播之前 Annie拿著那張電影的報告 我就覺得 對應今集的主題 真是準到無論 Yes What Poor Things 非常喜歡 很喜歡這部電影 那件事就是告訴你 我喜歡 因為我聽到有一派 由Poor Things的 即是說Poor Things不好看 就是 我不喜歡她很衝擊 即 Why Why 首先我不知道 為何你看完那個電影 你會覺得Poor Things衝擊到你 是 下載電影已經衝擊了 不是吧 不是 電影其實 她已經說了很多裡面想說的 是 而你入場 之前看過電影 或者我當你沒有看了 是 人家都寫明三級 什麼 一刀不剪 什麼 Emma Stone最大 什麼尺度 是 你進去想看什麼 我想問 即是如果那樣東西 是衝擊到你的話 她以為三級是暴力 最重要是 她裡面的角色 她 說那樣東西 她裡面 這個Bella 她說的東西 是她崇高的 是 但是崇高得來 她很基本 Yes 基本上是 對 我不明白 為何大家不去說 人家的原始慾望 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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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這首歌 就是 抨擊一些 覺得你太過 直白 直白 他們的標準 我記得她有一個對白 她說 說了一個 不講性器官的笑話 是 對 然後她就說 你是不是在說抨擊 對 就是在餐桌上說一場 對 然後那個位置是 說就說 抨擊就是抨擊 抨擊就是抨擊 對 對 做什麼 對 聽到之後 打爛陣 你也有他也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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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香港 香港人 自己 生活的時候 一定 不多不少 覺得這個社會 或者家裡教導你 最好什麼都不說 最好你18歲 都不可以 對 21 25 不 不是 但一到25 就叫你快點找男朋友 但之前也不教 對 就是那些位置 做什麼呢 那件事是很錯的 好像真的說一說 然後就說 揭去下一頁 基本上不會跟你解構 整條椅子是怎樣 不會 甚至 我只用biological來講 我認識那個東西是對方的東西 例如我來看 對方的子宮 陰道 這裏那樣 那知道怎麼辦 還有實質 其實是不會見到子宮 知道你也沒用 問題是揭去都是那個否的圖 是 什麼都沒有 那看什麼呢 是 我們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 那怎麼辦 給你骨 二百五十幾個 我們數齊 其實是沒有什麼 對你人體認知 不會多了 對你 不可以怪小朋友 覺得 石石會有BB 真的沒有人教 但有這樣說 現在這個資訊氾濫的年代 現在的妹豬 是挺令我得人害怕的 不 但我怕不代表我覺得那件事錯 純粹是我不太驚訝 即是這麼早已經認識 是 而他們的認識 當然有機會是錯的 可能是一些 你也知道 有玩的話 裡面有些東西 為什麼這個人說這些 有些地方是 我會形容是真的會錯的 即是性觀念來說 是 剛才也說 我們看AV 是 有些人會覺得 痴漢等等的行為 會覺得是沒有問題 或者會幻想一些 比較奇怪的經歷 很多這些地方就是 我會覺得 有這些戲的好處就是 他會教你一些東西 或者引領你去想一些東西 你想思考 我經常覺得思考是令人進步 是 但我在想 現在社會的人 有多少人是真的會 有時間 或者有精力去思考這些東西 你也真的 這麼哲學性的問題 真的 你會覺得現在 我不知道 我的感覺好像 在不同的文化層面上 大家都好像是想娛樂致死 娛樂 那一刻看完就算了 即是很即食的文化 現在依然 越來越即食 有多少人 真的會 停下來 或者放完工都累了 你不要給我一些這麼深的東西 你不要給我一些這麼哲學性的問題 我不想思考 我想那一刻 我聽完這首歌很舒服 看完一部電影 沒有什麼特別的議題 要去想過 我的人生意義是什麼 這樣就算了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 如果弄到那些歌 好像很大意義 或者拍完一部電影 要反思很多的時候 究竟 現在社會的人 有沒有這個心神去做呢 我覺得你是直接了當很多 是 你的選取是比較 我想說這件事 是 我的表達是這樣的 我的態度是這樣的 沒錯 你聽一下吧 是 OK就是什麼 OK就是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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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聯絡 對 我想配合我個人的性格 我也是比較直白 在情感上 我也是喜歡直接了當 很清楚地說出來 也是有點像跳過了 我現在不用你思考了 我現在告訴你 我是這樣的人 你不需要去揣測我 我現在在想什麼 我直接把我的態度說出來 現在做音樂是需要這件事 不要再給我個人切 你給我一些真事 我看一下 你的人是什麼 就算你覺得 我有些歌手 我以前喜歡看某些歌手 是外國的 你是Foot Boy 就是Foot Boy Foot Boy不會扮成純情 扮成 對 那些 對 對 提到性格的養成 就要不得不去到我們第一個 真的第一個部分 是 就是這個 你的小時候 在什麼家庭長大 或者你去到 剛才你有提到女校 那方面 都可以說一說 是 原來是我師妹 是啊 是啊 我明白 我們是同一個中學出來的 沒錯 是同一間中學出來的 我們那間中學是一間修女學校 是啊 是啊 是女校來的 是啊 是女校來的 基本上 我覺得 在女校出來的女生 已經是 好像有些被訓練到 基本上是做了男生的部分 就是 出到來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沒有男生幫的 整個學校 我們擔擔抬抬抬 可能換個燈膽 可能搭一些戲劇的東西出來 基本上全部都是女生做 所以是 我覺得相對地練成是 強大的 就是內心強大 還有 我不知道內心強不強大 是啊 因為我內心也很強大 我可以澄清一下 就是可能表面會很困難 表面都可以自己擔當 不用你來 我們自己來 可以 還有我覺得 有一點是 沒有性別的分別 對 對 說得不錯 我們好像 已經亡卻了 男和女之分的事情 因為覺得 有很多男生做到的事情 其實我們也做到 所以 是不是覺得 男生也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的 都不是的 都會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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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校內會有些阿sir 通常阿sir 無論是外貌 什麼身形 都會很受學生歡迎 那時候沒有 對於男性的形象 可能是補習班式的男生 或者是阿sir 放學附近學校的男生 好像附近沒有男校 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我讀那間中學 我那間是男女校 是 旁邊就有一間女校 哦 而且我聽到很多都是男校附近 就不知道 一定要有一間 好像很久有歷史的 很有歷史的女校 好像搞一些聯校活動 哦 他們會 你們附近就沒有 沒有的 我就是知道我們學校外面 有一間維多利亞酒店 但是我也是問 哈哈 但是中學那時候沒有留意 中學那時候是不知道的 原來就是遺跡在外面 我慢慢去到大學的時候 才發現 原來那間是遺跡 難怪有很多 還有很多酒吧 所以早上經常會有些聚酒佬 可能7點多8點上學 都會有些聚酒佬 而且會試過有些露體狂出現 校內的老師 學校會宣佈 就是有露體狂 要小心一點 對 就會這樣的 所以相對地 學校的教育就比較傳統一點 在於我家 我也是出自於傳統的家 我的媽媽也是 要我和我弟弟好守規矩 那些什麼6點就回到家 都是的 雖然都不會聽 但都會乖 雖然他們都是8、9點就會回到家 但我弟弟就 是隨著他們想走的路向 即我媽媽想他們走的路向來走 但我現在就偏離了行道 雖然讀書也是照讀回家人想我們讀的科目 但出來之後就沒有做本科的事情 但弟弟就和你很不同 我弟弟就跟著那個路向 我經常都會在想 是否因為我弟弟自己沒有想法 又或者可能他的想法就是我父母的想法 即是我分不清界線 但我就慢慢地發展了自己另一套想法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我讀法律的東西 不是很適合我做 所以我就自己 嘗試做音樂的事情 每個人做音樂的 我都會問他 有沒有跟家人有爭執呢 當你想走音樂 當然一開始那個反對聲音是最強的 始終我入行的時候是13年 已經是11年前的事 那時候就剛剛大學畢業 我就會當其實入這個圈子 這個娛樂圈是一個逃生出口 因為那時候就是兩個分岔路 要是要做本科的事情 要是有機會有一個場面合約 就可以試試做歌手 那當然是為何要做歌手 那是好玩 感覺好像很好玩 你可以跟觀眾說 在哪裏畢業和讀什麼科 我那時候是HKU的LB 所以要逃生出口 不是 我聽過太多 有幾位同學 中學同學都是讀 讀完都不是做歌手 我是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會搞一些很自己興趣的事情 要不就看他好像環遊世界 但其實可能他們是在做一些網上的生意 我總之見到他們都會 全部都不是讀歌手 其實是不是Law這科太 這科太理性了 這科就是在那裏 規限自己這樣的感覺 對著一些字 對著那些個案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朋友 因為你就要很理性 如果有這些 他就犯這條法例 沒有什麼 要Case Study 但沒有什麼 有不同的看法 很少可以有很感性的事情 不會有些情感的事情 所以可能大家讀四五年的時候 就會覺得太苦悶 是不是同學都會很悶 但有些同學就是喜歡悶 有些同學生出來就是這樣 有些人生出來就是做這件事 那些人是很開心的 那些人是很專心很開心的 但如果那個性格不是做這件事 就會想逃避 就變成了 譬如有些同學 現在去做魔術師也有 知道嗎 做魔術師 很有趣 你不會想像到魔術師 家裡有一個職業 當然有人是做魔術師 但讀完Law之後就做魔術師 有些人就是讀完Law之後 不知道有一個去做煙霧 是不是很有趣 就是和我的同學差不多 做煙霧 就是拍戲的時候會有些煙霧 或者演唱會有時候 我之前也有找過那個同學 幫我演唱會夾一個煙霧的戲 然後一直在唱歌就噴煙 所以各式各樣的小眾的東西 奇形怪眾的東西都會出現 可能讀完Law之後 縮了 我覺得這波是很棒的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因為它規限到差不多 你們彈去那些位置 可能是極端一點 再遠一點 再極端一點 或者空間會再大一點 人們說讀社會科學 讀完之後就不會 因為你看通了社會 可能你看到這個社會 其實有什麼問題 反而想做一些事情 想說回這個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 藉著你的作品 藉著你其他東西 好 我們就去回 可以繼續 去回這個 反對聲音 外間很多反對我的聲音 這個反對聲音就是 一開始是最強烈的 就是剛剛入行的時候 當然就是 你為什麼 公書教學 你搞這些事情 還有可能音樂 娛樂圈那些會找不到吃 如果你只搞音樂 更加找不到吃 所以一開始 就沒有啊 他們有沒有想著我是 這麼堅持 他們可能想著我是玩幾年 三四年 你去做一份 正正經經的工作 你為什麼不正正經經的工作 就是整天都在問 但是他看到我現在 都堅持了這件事 十一年 現在反而那條問題 就已經轉化成為 你什麼時候沒那麼瘋 哈哈 你明白嗎 因為我近這三年 就做了獨立歌手 沒有唱片公司 就開始 那些題材 他們就覺得 愈來愈 好像直白 甚至是愈來愈 去到偏風 但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很平常 因為我是說一些 真實的事情 還有一些 我自己內心的想法 反而我會覺得 現在舒服 當時有公司的時候 是的 但是我家人就會問 你什麼時候 又是正正經經 和正正常常做的人 就是說一些 平時 你大眾喜歡的題材 為什麼偏偏就是要做這些 還有可能會做完出來 又未必有很多人 會想聽 又或者懂得欣賞 為什麼偏偏就是要做呢 但是我說 我這個內心的聲音 想說的 這個能量實在太大了 不行 我一定要說 一定要宣洩 不然我就會覺得 很不備滿足 其實去到某個位 其實我爸媽也是這樣的 我已經算是什麼 我只是做設計 是 他都已經覺得 找不到吃 那件事是這樣 可能他會覺得 藝術比較香 是 為什麼我爸自己開公司 是 那麼 他下意識就會覺得 你做生意會好些 他也是這樣的 頭十年八年 他都是保持著 剛才那個狀態 就是 為什麼你不做什麼 為什麼你不做什麼 你是做哪一類型的設計 平面 平面 什麼都有 海報 Ad 什麼都有 去到近年 可能我爸退休 他又見我也搞這麼久 再搞這個頻道 不知道做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更加不正正經經 但他們好像很喜歡 嗯 我不知道 我理解不到 可能近幾年他們心態有變 嗯 去到那個時候 他們就沒有剛才那些了 是 但呢 看見面呢 通常都還是有一點點 怎樣啊 那種 嗯 現在你家人都 未去到我家人的舞台 未去到這個 是開始接納家會欣賞的舞台 我想 最主要的擔憂 都是怕我找不到飯吃 最主要是怕這件事 怕我要睡覺 沒事的 我想問 你爸媽有沒有罵過你的頭 當然有啦 當然有啦 我想說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是金色的 金色已經罵了吧 真的嗎 哈哈 是啊 其實我淺啡色的媽媽已經罵我 你看看女校出身 對 我們家學校出身的人 就是這樣 所以當年那個頭髮 它可以變回來了 可能遲些已經變回黑色的情況下 都被人罵 即是在媽媽的角度 你現在是乖女 是啊 現在就是好乖 我現在是乖仔 是啊 當然會 當然會 所以連頭髮都罵的時候 我覺得我做什麼都不要緊 你是不是都罵 我爸 因為我一期追Kpop 我的頭髮是一年轉六七隻顏色的 然後到了一個位置 我和我爸媽去家庭旅行的時候 我的頭髮是白色的 是 真的很白 是G.D. Crooked 那隻白色 然後呢 他去到那個位置 他看著 哎呀 又搞了這些頭髮 然後 什麼一家人去旅行 不知道為什麼已經有小孩 就說你的頭髮是累了他家人的旅行 即是拍照不漂亮 或者他不可以拿出來給別人看這個我兒子 類似 對 你就極不孝 極不孝 然後 即是 即是 現在他們比較好 即是 我紫和紅都可以 但是 那時候 我還記得六七年前 那時候 他們是很 很掙著一些這樣的細胃 而覺得很擔 其實我明白他擔心什麼 是 但是他那種擔心 是有一點點 一不是他那個很標準的認知 其他其實所有東西 我想紋身 所有東西 我其實有個紋身 他們是不知道的嗎 隔了幾年就知道 哇 你也很厲害 收起來 因為我紋在腳眼上一點 OK 那我穿襪 我一定可以 我那幾年 頭幾年 我不想讓他們知道的時候 回家不脫襪 不脫襪 睡覺才脫襪 不是 我是不在家裡住的 OK 已經搬了出去 所以我OK的 回到去不脫襪 那OK 正常 他們有一個位置 是我不記得了 可能覺得那件事太平常 或者算了 然後脫襪 有什麼髒了 那你不是不斷跟他說 可以脫襪的 那就可以了 我待會脫襪 我跟他說 我紋了一身 是 但是他們是 我OK 嗯 不知道 可能已經罵到沒有 我覺得是要去到那個位置 是罵到沒有什麼好罵 是 是 嗯 已經免得雞蛋女挑骨頭 其實 嗯 他們可能在那些微細的位置 你的頭髮 你的紋身 其他東西 就已經是推斷到 你的人其他東西 就是不聽話 是啦 是啦 就已經覺得你整個人是有問題 所以就沒有啊 是挑你的位置 所以我就在我龍鳳登場的新歌裡面 我基本上已經涵渴了 我們身體的不同的部位 my hair my choice 我最後講到 my hair my choice my body my choice my tattoo my choice 傳到Family的WhatsApp Group 是啦 整段事情 基本上你想罵我的東西 我已經寫在這首歌裡面 全部都是my choice OK 是我的選擇 是啦 基本上不害到你就與你無關 還有去到最 我覺得這一首歌最棒的位置是 已經去到那個光譜最遠的位置 就是這些東西我已經是說到這個位置 你接受了就接受 接受不了就算了 我覺得是要這樣的 是 我也是這樣的 還有 再回到獨立歌手那邊 嗯 現在的年代做獨立歌手 我自己聽了那麼久 廣東歌 是 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比較幸福 做一個音樂人 嗯 嗯 嗯 可以做自己的事之餘 而能夠被別人看到 嗯 我自己覺得 是 就是多了網絡這件事 是 就是好像多了很多 就是現在基本上 你只要是有行動力 嗯 就是你肯特別 你肯下載一個軟件 其實就已經有機會發佈這首歌 是 就是哪管是放在網上 你不懂派電台 不懂派電視台也好 就是你有一個網絡世界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被人看見 哪管是小語多也好 你作曲的年齒很長 嗯 11年 是 維基寫 是中二 是 你真的有看維基 是嗎 是 那時候開始很green 是 但是你說真的去practice 是真的有人去領導我 我想就真的可能是大學時期 那時候就剛剛就認識了 帶我入行的監製 他就開始就 就是教多點我關於寫歌的東西 會跟我修改東西 一齊 所以就可能十幾年 寫歌 是 是 那時候也是 就是 我的中學年代 就是 連電腦 我好像是五年級還是六年級 有的 好像還沒有電腦 就在家中 你想想 那些小朋友可能是小時候 幾歲已經有電腦 或者一生出來已經有電腦 我記憶中我也是中學才有電腦 我87 對 就是中學才有電腦 就是中學才有電腦 可能是中二、中三 還有一個東西 有主機 那個主機仔 其實是用來做文書處理 是不可以要來做什麼 然後上面又有個大油龜的電腦 開機都開了一分鐘 就是電腦堂 大家坐下來 開機 是 等等等等等等 是 Window 95 是 開始的時候 都已經沒有了兩分鐘 其實不知道教什麼 是 還要上網的時候 是電話線 是 就是外面是聽不到電話的 就是如果你上網 外面 家裡就接收不到 是不知道的 是一定要知道的 不是 這個節目經常都是這樣 因為我跟他都差 真的整個新潮 真的 那個問題就是 每一次都是這樣 一嘉賓說起一些 可能舊一點的東西 她的樣子 就問好了 直播也是這樣 一說起舊的電腦 真的會舊的 真的會舊的 真的 就是這樣 電話線是有聲音的 對 這樣的聲音 這樣才會連結 而且你要先按撥號連線 對 要撥號連線 上網 你知道嗎 我們的年代 真的 上到的網 其實是一些 你現在看到的 很噁心的網 就是 hyperlink一定是藍色 下面有一條線 你按完會變紫色 OK 我都不記得了 就是後面有一張圖 那時候應該有Sengar 是呀 Sengar Sengar已經去到XP了 我學電腦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這些 OK 不再說遠古年代的事情 而且不可以上網 上網 Pornhub那些 就會種木馬毒 那時候還沒有Pornhub 我記得 記憶中 是沒有這些 那時候好像不敢上 因為不敢 會留連結 那時候是沒有一些 很標誌性的行網 因為所有網站 都是很小公司 剛剛初創 還沒有開始發大來搞 所以那時候的行網 是你只搜尋完之後 按完出去 它彈到周圍 那些畫面 全部都很衝擊 已經是中毒了 是的 明明明明 應該已經中毒了 是呀 你按錯一塊東西 即是你想按Close 它的招式是假的 我知道 然後你一按下去 就彈到Congratulations 再彈一百個 對 總之彈了二百多個 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譬如明天想再開電腦 你開個網頁 你瀏覽一些很正常 在找電腦功課 可能跟同學在找功課的時候 突然有個 那些中了毒的廣告彈 是的 即是有就中了毒 然後你就 如果那時候 是你家人在看電腦 或者你是一個同學 跟你在用電腦 糟糕 會不會有聲音的 我記憶 可能會有一個圖仔 會有一些鹹相 可能會有 如果有聲音 就認識也認識不了 是啊 是很瘋的 以前是這樣的 真的不要再說遠古年 好 你經歷過唱片公司 和現在當作歌手 那時候是怎樣的呢 在太陽旗下 那時候是 就是最多人 多謝Paco的時候 是的 那時候就去太陽娛樂 那我記得 我新人那一年是 比較順暢一點 之後呢 基本上我是覺得 第二年 去到現在呢 都是我人生的 是 第一年 即是新人那時候 我覺得始終是 有一個新鮮感 是的 所以那時候的 就是那個注意度 或者瀏覽度 是最高 那 那 相對地 真的好像溫室的BB 那樣的 就是好像公司 已經安排了所有東西給你 那 亦都是 那時候我沒有 那麼多自己的想法 是的 甚至可能我是覺得 咦 可能有少少想法 但是 好像我說出來之後 公司會覺得 我的想法太 小眾 就覺得不夠 那些人應該 沒有那麼多共鳴 那樣 所以就不想我做那些 我想問一下 那時候你提出的小眾 是什麼 題材 那時候 第一 二年 應該沒有什麼想法 真的 我純粹是覺得 那時候 是自己 最喜歡唱一些 比較 acoustic 比較文青的 和 最主要喜歡唱一些 英文歌 但是又唱廣東歌 那 所以公司 就想到一個形象給我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很紅的歌 我叫Olivia Ong 是的 Olivia Ong 類似想做的形象 Nora Jones Olivia Ong 孫燕姿的形象 RU出道的時候 也是差不多 是的 短頭髮 那時候 齊陰 我就是差不多 那時候的形象 所以就是這樣 那時候 我覺得 好像挺對 那樣 就跟著來做 但純粹是 好公司計劃 你那時候的性格 是很切合這件事 其實我一向的性格 都是像我現在這樣 是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剛剛出道 那時候又不太懂得表達自己 也不敢在鏡頭面前 這樣展示自己 當然 那就好像懶文靜 是的 我想那些 比較不夠面膜的想法 都還未浮出來 是的 然後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像新人歌新鮮感 減脫了之後 就成計不了了 是的 就已經不知怎樣走下去了 不知怎樣追蹤 是不是繼續唱過 那類型的文青 夢想那些歌 還是會不會再進化 但是再進化又做些什麼 在這個時候 其實公司的同事 都已經很盡力想 但都已經想不到 有些什麼新的方向 所以 我嘗試一隻身出來自己做 但那時的狀態 例如你在這間公司七年 你做了些什麼的 會不會有什麼成績 可能因為我見你拍電影 吹一下鏡頭 嚇喘一下等等 女主角也做過 那時的狀態是你已經達到什麼 或者有沒有在這間公司上 我做到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獨立真的很需要 所以我要寫戲 這個問題挺好 令我想起很多往事 十一年前的往事 其實就是第一年 當新人的時候比較順暢 因為我以為 那時的想像圈子 原來是可以突如其來的機會 我好像每個感覺 我沒有非常用力或努力過 好像突然之間一來 我想那一年應該是我最幸運那一年 最好運那一年 就是無端端會有電影的機會出現 譬如拍了兩套電影 第一套叫做《死開一點》 跟林德信一起做 第二套就是《老粒》 跟曾國祥 跟雪哥 林雪 火火導演 無端端就不知為何 我簡直都沒有Cast過 他就說你做女主 那兩套 你不明白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這個圈子就是這麼有趣 正是突如其來 就中了 真的中了 那我就以為 這個幻想就是 這個世界真的這麼美好 是的 現在我回想 如果現在這一刻 我再有機會做《老粒》這套電影 我經常覺得如果可以再重來的話 我現在這一刻 應該會做得更加放鬆 這個效果應該會更加好 如果這一刻做的話 Anyways 就是我以為 一切這個世界就這麼美好 也都覺得是像溫室培育的BB 所以後面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就很難 就很迷惘 因為已經開始 沒有人為我想到一些新的路向 我也都幫不到我自己想 就是我不知道那個方向應該是怎樣 也都是中途 其實都有繼續出歌 譬如有些電影歌 我想一些點擊 我好像昨天看過 不知道為什麼 又看到YouTube 去到四百多萬 去到三百多萬 那些電影歌 什麼《你死我活》 《我錯》 《每一次都是你》 那些電影歌 就會覺得 咦 一開始 好像是想推銷那個路向 是創作歌手 因為那時候不是那麼多創作歌手 就說不如推銷你唱作 但是這一堆電影歌 其實全部都是韓國買回來 不是我自己寫的 也都 裡面的故事 都是歌的故事 都是跟電影的感情線路向 那也代不代表我自己想說的話呢 我覺得唱的時候 不是我想說的故事 也不是我寫的故事 我越來越迷惘了 就說我應該怎樣走 究竟我是不是一個 純粹是唱歌的聲優 就是演繹者 究竟我是什麼 我的定位是怎樣 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是什麼 那我就覺得死了 我怎麼再走下去 我已經走了六七年的時間 去到第七年 就算真正的合約還沒結束 我是十年才結束 我都說對不起我真的不行了 我要嘗試放棄現在所有的東西 我要自己走出來 那時候其實我都沒想到是怎樣 都是做了決定之後 我沒有想過後果 那時候真的孤身隻影出來 也都是不懂任何軟體 雖然我有寫過 但是我一向寫過的習慣 可能用電話的音訊記錄了 我就交給監製一起去收拾 那所以那些電腦東西 因為我是電腦白癡 那些電腦東西交給他 那所以我想19年 20年我真的自己出來的時候 我是從零開始學軟體 之後重新再零開始 建立和其他音樂人的關係 因為之前也是很依賴性 我那個監製說 你不要跟那個人玩 就沒有聯繫 基本上我的世界只有那幾個人 所以都是這幾年才建立 由零開始的東西 我很記得一開始的感覺是哭了 每一次用那些軟體 因為明明錄了 又去哪裏 是很生氣 又很傷心 又覺得很無助 很孤單 這樣的感覺 跟我搞這個頻道 開頭都差不多 是啊 我之前讀設計 我沒有學過Premium 嘩 是 當你想做一件事 現在很幸運 真的有YouTube 是 你學什麼都有 是 最好的老師 你學完藝都可以學 總之你想得到的東西 都可以學的時候 是很爽的 去到獨立歌手 你剛才說 這條腦子 全部都摸出來 但 真的做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感覺到 那個滿足感應該很棒 是 那種滿足感 真的 嗯 但是很多 而且感覺好像 舊時有舊時的等待 即是那種 現在呢 感覺好像 你只要肯行動 嗯 就好像有些事情會發生 嗯 是的 但是現在那種等待 可能是別人等待我居多 是的 因為 我要所有的事情 譬如我有idea 我想怎樣 我要由零至一 那樣東西 我要創造那種作曲 那種作曲 譬如我要拍龍鳳登場的MV 我要有劇本出來 那麼 打一下的人 才可以幫我實現我的願望 是的 那時候 那個感覺就是 哦 將很多想法 講完出來 好像給公司的人聽的時候 他就說 比較小眾一點 就會 很想將它發大來做 那樣 那時候的等待就是 每一年只出一首歌 或者兩首歌 那我其他時間怎樣呢 我是不是等工作呢 有時候是試過沒有工作到一個月 可能出糧是五夠水 那時候是試過這樣的 就是公司那時候 但是現在就 就算是小極 都不會去到五夠水 現在自己做 也挺懶惰的 我想做那樣東西 做不到 好了 我做你想做那樣東西 只有五夠水 又只有五夠水 還要等 是的 我經常說這個行業的人 昨天早兩天 嘉玲姐都說 是耐性 等到什麼時候 真的 等到什麼時候 真的會生氣 不如我喜歡做的事 我想做的事 更爽 對 就是真的等 還有可能 有公司的時候 你又不可以自己主動地接作 又不可以自己主動地談 他又說 你為什麼不跟我 就是為什麼不讓我談 那讓你談 你又說價錢不對 又說什麼不對 就談我了 等我再談 他又不喜歡 所以那時候 好像要經過很多重人 又有中層的經理人 又有高層的經理人 又有老闆 經過很多層 但是現在 就是 可能是別人等我 給他 再繼續下去實現我的願望 但是現在相對地 那個累 那個累 就是 有十萬樣東西等著我開始 等著我起頭 雖然我們有很多人會幫助我們 就是很好的團隊 但是那個想法 去到萌生 去到真的去實現那件事 我們要先做 起頭先 是啊 那 還有現在就 真的 身兼多職 就算也是 也是不懂得用Premiere 我也要堅持自己剪片 自己剪回自己的MV 自己剪回其他東西 那當然我 就不太懂得 Color Grading 不太懂得 後期可能有一些Transition 那些就交給 另外跟我一起 到龍鳳登場的導演去搞 但是MV 那些剪接 就自己剪回 因為沒有人讓我更加知道 故事應該怎麼說 是啊 所以都要學 學Premiere 雖然都是剪剪貼貼貼 你剛才提到 有些Partner 就是幫忙 是 我留意到 例如很早的時候 或者近幾首歌 我也看到有幾個熟悉的名字 梁霞堅 劉香琴 是 可以說一下 跟你們合作是怎樣 或者緣分是怎樣開始 嗯 我想都是我自己出來做的時候 我才開始認識 嗯 所有現在合作的音樂人 我自己的 理念就是 我不管 那個音樂人 是 做了很多年 還是剛剛新的冒起 或者甚至新到 是 我只要 看到他的才 我就會 對 就會 用他 包括接下來 我有一首歌還未發布 是 純粹是 那個男生 是在IG上出歌 自己玩reels 但我覺得 嘩 他玩reels 搞了很多不同的歌 的remix 我覺得很棒 是我想要的聲音 就是 那管他是幾千支持者 都好 我邀請了他幫我製作一首歌 嗯 因為我看到他的才能 他會是未來的 那管可能是 這幾年 或者十年後才沒有起 我覺得 他這一刻 已經是得了 在於我心目中 所以 梁霞堅 那邊都是其他 擁上擁 而認識的 那另外 Perry和劉香琪 我為什麼會認識呢 就是因為我第一首 獨立之後的歌 就是叫雙面哈飛 那時候 一直都有幫Juno 做歌的 阿伯 就是做的 那首歌幫我監製 那時候他找了 叫Perry Lau 的年輕人 二十五六歲 就幫我編了那首歌 我已經覺得 咦 Perry做的事情 都很 不傳統 嗯 還有 你會想不到他的創意 即他什麼時候會給你一些新鮮的東西 就是你 意想不到 對 你本身是想著 你想著這樣就夠了 但他會幫你走多幾步 他會想一些 你猜不到的東西 我就是需要這種創意 所以我就覺得 咦 整首歌的精髓 除了阿Bert 很用心之外 其實Perry是幫了這首歌很多 所以我之後 一直都有找Perry Perry就會把劉香瓊 因為他也有幫劉香瓊做歌 所以之後有些歌 譬如《陰陽道具》 《判官之刃》 《MDK悲劇》 都有找劉香瓊 一起去做 因為我覺得兩個實在太有創意了 對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 Perry會看少了自己 低估自己 因為Perry他一向是彈琴多 即是他琴佬 亦都是做慢歌多 String多 譬如我現在的歌 慢慢慢慢越來越多 不同的曲風的時候 可能有Trap 譬如今次這首龍鳳登場 是有些House的Feel 和New Jeans的Feel 他就會覺得自己很不擅長 就會覺得我當時很吃力 但我說沒有問題 甚至我就是不想找一個 好像經常做過一類型的音樂的人 去做 就是因為你不擅長 反而你可以跳出框框去想 我就是想你灌輸多些 你自己認為那個曲風 如何可以加一些創意下去 我就是想要那種創意 所以他往往就是會給我一種 很意想不到的驚喜 我亦都由一開始的Demo 到現在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現在的製成品是這麼好聽 我自己是每一次出來 我都是很驚喜 就算是一首快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聽到哭 每一次聽到Final Mix的時候 我是哭的 聽快歌也是哭的 所以我很喜歡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去到歌詞的部分 你也說你有很多東西想表達 很多東西要我的表達 如何去和填詞人合作 你自己有沒有填詞人合作 我自己是不懂填詞的 不想 剛剛才說要給Perry一些信心 你也要給自己一些信心 我也要給自己一些信心 但你首先要 我也很想很想填詞 但你要認清現實 那時候我們還有A級 A級 我想說 中國文化那一欄 基本上我已經補了很多年 中文集 可能由Final 3開始補習 那些中國文化都有補的 Final 6、Final 7 我是全級唯一一個 是在文化專題25%那一項 拿U的人 你明白嗎 我心想 哇 我真的差到拿U嗎 那我就Apple 那Apple是F的 即是真心差的 都是不合格 我心想 哇 原來我的中文真的差到這樣 還有我個人是沒有文化的 你明白嗎 你說中文文化 我個人是沒有文化 哇 真的很差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啊 我中文是差到這樣 是啊 我不知為什麼 我是有很多想法 但是呢 你要我白話寫出來 是的 就是 勾寫 沒有組織地寫 我是可以寫到幾篇 幾二十字 就是很多字 幾千字文 但是如果你要我 很正經 很有規範地 用一粒粒字 來表達 用歌詞來表達 我真的不行 即是可能 兩拍堅勇一句 你可能要一段 你才能講到一個人 我可能要千字文才能解釋自己 是的 那可以寫英文嗎 英文勉強可以 英文可以 英文好一點 而且因為我寫Demo的詞 我都是用英文居多 英文歌上沒有釋拆 是的 就是括答推介 就會很括答 去了括答 是的 就沒有得釋拆了 沒有得釋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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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真的沒有辦法 我每次 我唯有用白話 真的用我自己的什麼的 寫 我就會寫很大篇的文案 加上聲音 加上聲音 給填詞人 即是哪管是 可能是梁柏堅 可能是姜領諾 這樣 是的 我就會相關齊下 聲音 可能就會 那些很討厭的聲音 每一個三分鐘的 不小心買錯了 是的 之後就整篇很長的千字文 寫給填詞人 就是這樣的溝通 還有如果是梁柏堅的話 會加上Facetime 他現在是台灣 我就會Facetime 他喝著威士忌 喝著汽水 就會Facetime 他聽我怎麼想 有時候可能 都要很細聲地Facetime 因為我有時候的想法 實在太我自己的歪理 還有如果說一些 Sex上的想法 我就不想我家人聽到 如果在家人Facetime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溝通方法 這件事很可愛 這件事 是啊 其實你全屋都已經知道 你是出這些歌 但是你都要 都很害怕 都要在房間裡 都是 你想呢 拍這些東西 你在說多人運動 是啊 不是 如果聽到多人運動 不是 做運動的 是啊 很多人一起 在門口裡聽到 女兒做運動 就是以為是保錡的 大部民間一起考過 多人運動 多人運動 但是我發現 我家裡看龍鳳登場的MV 又沒有什麼 裡面有那些 啪啪啪的情節 我懷疑他們的思維 就是覺得 只要不是我在裡面參與 就可以了 你是做影的那個 是啊 是啊 這次我避免了 怎樣不參與的情節 就是我就是攝影師 但是你會不會很想 哈哈 哈哈 講開就是這個多人運動的事情 為什麼我會接觸到HKSP 是啊 還有就是再伸展到 為什麼我不參與 那些 是啊 原來有解釋的 是啊 有解釋的 其實我要做這支龍鳳登場的歌 我想是去年 甚至是2022年的年尾 我已經是決定要做一支這樣的歌 嗯 那我開始已經在寫展示範 然後我寫了一個月的展示範 那我都覺得是 嗯 不是的 可能那時候的性生活 又沒有很澎湃 那所以我覺得 這支歌還沒有去到極致 那剛好線隔了一個月之後 2023年的一月 對啦 去年一月 那我收到一個訊息 咦?HKSP Sanne 就說 我想 簡介一下我會的理念 什麼什麼什麼 之後 那我就直接跟她說 咦?其實我本身已經有一支 講Sex的一個展示範 準備會出歌的之後 那剛好你又聯絡我 不如去那裏試試看 參觀一下你的活動 那我就知道 上年的一月 就去了 看他們的多人運動的活動 是的 那時候是 20至30人左右 是的 那可以說一下 發生什麼事先 那他們基本上 如果有這麼多人的活動 他們就會預約一間很漂亮的酒店 的Sweet 是的 然後一開始 那時候正值新年的 大家很溫馨 就吃一盆菜 你夾一下我 我夾給你 那些 然後就一邊喝酒 那你隨時 就可以自己來 隨時自己來 可能吃一吃就可以拿下人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但當然 不可以馬上埋牙 那你要洗澡 那些 要乾淨 那些 還有我又了解了 他們的Club 其實有很多 規定的 那些規定是令你有安全感的 其實去到一個安全的環境 去有性感 譬如他們會 首先 會員制 會篩選那些會員 當然篩選就是從他們 那些外貌 身形 職業 篩選了 還有乾不乾淨 因為要給驗身報告 當然就是要戴套 戴套就是 你每換一個partner 總之 你哪管 繼續換來換去 你都要換一個新的 洗澡 另外就是 我覺得最有趣 就是 原來他們全部都會用假名 用假名 還有是 不可以留下聯絡的方式 不可以私聯 還有就算在街上撞到 你都要假裝不認識對方 這些就是那個會議的規定 我覺得挺有趣的 其實愛國流行了這些 都很久了 對 但是香港就 始終比較underground 一點 所以就 以我所知 他們好像有五六百個會員 香港 你說是不是小眾 但我覺得 常規的 其實都有三十至五十個 有常規的人 其實你去見到那些人 可能搞事的那些人 都是差不多的 參觀完就 多了 我參觀的時候 我表面很冷靜 很學術 很學術 原來可以這樣 原來有接力賽 但我的內心其實是 嘩 表白眼 我離場的時候 在升降機裡 都還沒有心跳完 我覺得這個畫面太震撼了 你晚上是不能睡覺 興奮到不能睡覺 但我覺得我自己 不得這件事 純粹是我性格的問題 以及我星座的問題 就是天蠍座 就是很霸道 雖然我很喜歡性格 但我是喜歡one on one 我要霸著男生 我只要跟那個男生很均烈 但我不想跟其他 我沒有情感 不是很強烈 很想搞事的人 我不想他們碰我 就是這樣 但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會覺得 One on one 我覺得很悶 又或者我想同一時間 有很多男生碰我 有些人是這樣的 多為選擇 沒錯 是選擇的問題 是選擇 所以這個Club 多人運動的HKSP 就是給你多一個選擇的方式 如果你喜歡這件事 你可以嘗試一下 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這件事 有沒有接觸過你 譬如龍鳳燈牆裡面其他的 因為我本身寫文案的時候 我寫了這些是性癖 我不知道為什麼用了這個字 是 但我想一下 那個癖 不是很對 不準確 現在這個年代的感覺 或者我自己的價值觀 那個癖字不是很對 是 所以我會當這些性喜好 是 有沒有自己去看文化 是 或者去了解一下這些 是 其他 你剛才說得很好 就是癖號 其實什麼為之 癖號就是weird 是嗎 在這個社會上 不是一百個人在做的事 你是第一百零一個人 是否代表你不正常 哪一個人去設定一個標準 說你是不正常 還有我覺得小眾 都好像搞到 我一進入了下去 就好像跟所有人不同 我覺得 我不是在挑戰字眼文 純粹 我聽的話 我覺得好像用喜好 是 是好像feel good yes 性喜好 又或者一些 是 純粹是 我們經常被這個 social norm 這個 term 就是經常規範 覺得說 不是在走這個路 不是在喜歡 大家喜歡同一樣的東西 就好像是 你是 single out 你是很奇怪 是的 但是可能 另外有幾百人 是跟你喜歡同一樣的東西 那代不代表這幾百人 就是 那裡才是social norm 其實我沒有 所以我這首歌 龍鳳登場 想表達的那樣東西 就是 沒有分 只不過是另外一種選擇 你想走哪一種東西 是否代表這東西就是對 如果 食人族入面 食人才是一個 norm 但是你另外一個社會 看 就說不行 道德界線 踩了 犯法 但是他們幾百年都是這樣 沒錯 那誰為之對 誰為之錯 所以我之前看過一個YouTuber 他講一個理論 我覺得挺好的 這個理論 不是白兵 不是 這是講人死後的世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人死後的世界 就是在天堂 或者一個地方 就是說 你是要去投胎 去做什麼時候 大家會拿著一個點數的卡 就說 你今世拿到多少分 我覺得挺好的一件事 就是他不是從 你做了多少好事 多少壞事 去定奪 又或者你的道德是怎樣 因為他就是說 每一個不同的時期 每一個不同的時代 每一個不同的文化 都有他自己的道德標準 那個標準 那個標準 所以是不能用這件事來計算 他反而就是會用你的人生 嘗試了多少新的體驗 新的體驗 來計算你得到多少分 這一段我也挺有趣的 就是他們有說的 就是那些很大聖靈 他想感受物質世界 所以他分了自己做很多一輩子的 是 我每個身體體驗完 就回去 是的 他的概念是這樣的 是的 就是在說這件事 我覺得這一群是挺有趣的 對比起 我們經常投胎 或者這個 after life 這個給我的感覺是 嗯 是 很feel 很feel good 要在這個世界 物質世界上 為何我們要存在物質世界 嘩 說得很遠 但其實都是這件事 還有為何我們會 譬如生命體 有一個衰變 有一個生長力 成長由生到死的歷程 為何要有 嗯 嗯 就是石頭 是 是 幾十萬年都是這樣的 但是生命體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是特別的地方 就是 他真的想你在這個時間 你feel一下那個 新的東西 你自己喜歡的東西也好 或者你feel good的東西 這個是那個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就是我聽完 咦 其實為何不能從這個思維 去活我們自己覺得 精彩的人生呢 突然覺得可以寫一首歌 是啊 真的 你是寫嗎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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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 咦 我聽完這個學派的學說之後 以後會試一件 就是聽到一件新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 可一不可在 不如試一下新的東西 那館是 試一件新的食物 一個新的餐廳 去一個新的地方 都是一種新的體驗 嗯 這個是好像幫你 儲你的分 就是儲你投胎的分 你越試一些大的 厲害的東西 就好像越多分數 嗯 所以我自從聽到這派的學說之後 我就很減少 因為覺得就是 可一不可在的人生 對不對 還有 你現在這一刻 有這個勇氣 還有你覺得 這一刻想做 你就做吧 難道等到六七十歲的時候 你武器武力的時候 才要做嗎 不如先做吧 這個很棒啊 是啊 大家多試一些 試一些新的東西 是啊 好了 真的來到重點了 因為音聲細氣 都要講氣 哦 那個 我講的氣 是啊 OK 你喜歡看電影嗎 我挺喜歡看電影 是很過患的東西 你和我相反 是啊 我媽媽的那個位置 因為我純粹是覺得很幣 整件事 不實在 是啊 不實在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這些事情 好像很虛幻 嗯 是啊 我喜歡看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 嗯 可能那個故事是作出來 但是我喜歡一些真的人生的東西 多一些 還有可能看完之後 會多一些反思的戲 多一些 嗯 就是最近Poor Things 嗯 其實Barbie我也很喜歡 嗯 就是看完之後 會覺得 哇 好像我整個心靈被灌了水 好像 哇 看完之後 我也是在看的時候 是哭了很多次 不知道Barbie也可以哭了五次 他從一開始 他的腳不能碰到地 我已經在哭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 是啊 因為我覺得 那些戲裡面 可能主角的狀態 好像我自己 嗯 是啊 還有Joker我也很喜歡 我看完Joker之後 才寫到雙面哈啡這個歌 還要15分鐘就寫完了 雙面哈啡 那個感受太深了 那個沉重的感覺 太像我的狀態 所以我很喜歡 自己一個去戲院那裡 去感受那種戲 就是那管一開始可能是跟朋友看 我就覺得 在朋友面前 我就釋放不了自己 所以我就可能自己再去戲院 看第二次 看第三次 就被自己狂哭 在戲院裡 就是我喜歡這種感覺 被自己沉溺 在那種感覺裡面 是啊 這個也挺特別 就是我 很多音樂人 我都訪問過他 他會覺得 都喜歡看戲 而看戲呢 其實很多時候 成為他們疏離情緒 是 就是很有趣地 有一些人 有些人 喜歡看戲 可能看故事 得到威風 但音樂人看戲 通常都是他疏離完自己 裡面的情緒 然後就做到一些歌 很多時候都是從戲 但你可能本身已經有這個情緒 但看完戲 會觸發到你那個思緒 整理完 整理完 整理完整個形狀 然後就作一首歌 我想是加深了 令到那個情緒更加深刻了 你更加實實在在地 感覺到 嘩 那個心是痛的 看得到那個心是悲 讓你再好像 藉著電影的情節 就是再重演多一次 你那個深刻的情緒 就可以帶著這種情緒 就可以很快就創造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其實電影 都是對於音樂人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接下來我很期待 Joker 2 雙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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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譯名就 OK的 看個字體 但如果你讀出來 就不知道什麼 麻煩一張 兩張小丑雙風 麻煩兩張雙風 麻煩兩張雙風 還有我有少少 我不知道 我有少少怕他的音樂劇 他用音樂劇 如果你拍到好像 Lalala 我覺得就是成功的音樂劇 另外有一套 我很喜歡Dream Girls 的一套 我很喜歡Beyonce 做的 我覺得不是說 很多很成功的音樂劇 我希望他這套不要爛 不然就很嚴重 但電影是感動的 我只看電影已經想哭 Joker那套戲 我很需要這些 電影有少少 我看得通他想怎樣 是 但要令到那個戲鬼 很深入 而且是從唱歌 不是他在裡面 可能認識了Holly的故事 純粹 他裡面可能突然會 會在上一集很Iconic的樓梯 突然唱歌 你要接受到這件事 是啊 這個是很大膽 我第一次聽他說 要拍音樂劇的時候 是啊 第一集收了十幾億 十一億 美金 你賺了這麼多錢 說Queen Phoenix又肯拍 拍拖子 開開心心 寫一些東西 什麼都好 你拍音樂劇 那一刻已經這樣了 他想 但可能Todd Phillips也有這個 愛音樂的心 對不對 音樂電影分不開 可能很棒 可能你會要看五次那些 可能 希望是 因為上次 另外看了那套音樂劇 Wo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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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ker有點失望 對 就是我覺得 唉 我就是覺得 Wonker 我就是害怕 就是你 好地地 你用故事 你用所有東西 去配合 沒有突然之間唱歌 那樣東西 Johnny Depp那一套是OK的 我就是喜歡Johnny Depp那一套的方式 但不知道為什麼 Wonker那一套 好像還未去到最盡的感覺 好像有些道行道廢 又未觸動到我最厲害的情緒 Miracle 又不是很魔幻 又不是很情感 是 很多位都不到 是 差不多留言 但BarbieOK的 Barbie可以 但對於我來說 我OK的 Barbie我給很高分 只是提材 如果要拿來拍電影 我覺得 又是那個樣子 我覺得更差 Joker 2的音樂 是 我是揍了 什麼 Barbie怎麼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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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像不到Barbie 所以就起出幕外 最討厭的是什麼 你不要 我那時候還未出現 你不要 你不要搞Barbie和Ken 那首歌下去 不要 她放下去 那首歌有多好 是 你真的吹不上 那一刻 是 真的 那些位是 我自此 真的 Greta Gerwig 她拍什麼都可以看 是 真的 之前 Lady Bird Lady Bird Lady Bird OK Little Woman 我都覺得 好像是為了想拍經典劇 但是 令到她自己的東西 好像不太出現 但是 拍女主角 和Timothy 很漂亮 那一場 草地 她問 Timothy 問她 我們有沒有將來 類似這些 那一場我很喜歡 但是 其他位 可能 Little Woman 太多話要說 太多慘了 Barbie 沒有 Greta Gerwig 是啊 你很厲害 是啊 是啊 我都想不到她可以 哇 因為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 以為是 夠了 夠了 第一個電影 所以就是跟 我那班中學同學去看 我都想到 會不會是難片 但是 但是每個人在旁邊 我還沒看的時候 都說好看 怎麼會好看啊 你 Barbie 怎麼拍啊 怎麼會好看啊 但是一看完 嘩 在最後 不可以在其他女生面前 哭得太厲害 我最後是 嚇眼濕濕的 是已經想哭了 那我覺得 不行啊 我要再自己一個人 再進去感受多一次 最後 第二次進去自己看 就哭了五次 是啊 就真的 哇 這套真的 其實裡面 太多議題 他很深 我會覺得很深 雖然他也是很直白 在一些 monologue 有人喜歡這樣 在美國那裡 很直白地說出來 但是我覺得 唉 如果有時候你不直白說 觀眾怎麼會明白啊 有沒有這麼多心神想啊 又或者 Barbie本身 是探討這件事 就是他自己的 iconic 玩具本身 是有這些東西 是 所以你不用對白 去 由他的口 去解決那件事 你很難用一些再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 代表的物件 Barbie 是 你不能夠再用 你好像那個Barbie 你不可以的 他已經是那個 iconic 代表性的東西 所以他是要用那些 monologue 所以Barbie的 monologue 那堆東西 我是給他的 當然可以精準一點 但是那場戲 是兩個都做得很好 是 那段 他一口氣這樣說 是很爽的 是 然後你再看著 Margot Robbie的眼睛 開始濕 然後那些 沒有話可說 厲害 是 Rion Gosling 是 猜不到 猜不到 從Lalaland 那個對比 他還沒拍這套 Nance說接這套 我有點生氣了Rion Gosling 你幹什麼啊 不要啦 是 Rion Gosling Rion Gosling有沒有說不要生氣 有啊 發了DM給我 OK 嘩 你感覺到 你會不會這次工作 變成Nicolas Cage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會不會好像那次 那樣 他很糟的 或者John Trifolder 有時候很糟的 會不會的 沒事 還要是 我看完之後 我明白 為什麼你自己的 壞東西 那個位置 真的 我有打了一篇文 是嗎 是嗎 是 是 是 剛剛說的戲 提到 給MV你自己做的 那 怎麼構思呢 這個真的是 你真的看電影 跟構思一樣 是完全兩馬子的事 嗯 是 我想由雙面哈啡 就是真的自己出來做獨立之後 就開始構思自己的MV 就是構思買 是 因為我想 MV的影像是 這首歌的一個昇華版 就是比起這首歌 好像說得更加多故事 更加多訊息 我希望 你作曲的時候 會不會已經有Vichai 在腦袋上 是可惜還是沒有 是的 感覺好像每次MV都是 不行了 要出歌 要拍的時候 才開始想一些 即是Story Line出來 是 經歷過之前 雙面哈啡 那四個上一支 Perfectly Guilty那支 都是拍Story的東西 之後呢 其實本身就想著 下一個碟不要再搞Story了 因為實在 哇 即是拍一個故事出來 那一管是三分鐘的歌 其實 太辛苦了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辛苦自己呢 最慘的是 這些位置 拍不夠短片 沒有東西剪中了 是 拍不夠短片 就把短片從左邊右 哈哈 從上面下 就是這樣斬一下斬一下 然後轉一下色 唯有是這樣 你去表達 是的 就是要拍很多很多Shot 所以就說 不如不要再捉蟲了 但是 誰知道這次 哇 龍鳳登場想了 十個小的Story 拼做一個三分鐘的MV 是的 那時候 為什麼會突然有這個構思呢 就是 因為本身弄了這首歌出來 其實你現在聽到 是有些 有些 就是 嘩 就是 就是 會很自然地 聯想地 不如就 下Club 追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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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東西 這樣 很開心 很歡愉 就算了 就是 我跟另一個導演 一齊 就說 不下Club 追兒子 不要做這件事 雖然是以Sex為題材 表面上 之後就開始看一份歌詞 究竟真正想表達的是什麼 最後是說 不同種類你人生的抉擇 是你的Choice 也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歌詞已經說了 你的Color 你的Gender 你的聲音 你的音樂 其實都是你的選擇 不如就說 這個社會上 其實有很多人 好像在做一些 不是很大眾的事情 比較小眾的文化 其實都有他自己 很強大的聲音 不如就去說這些人的故事 所以就去想 有什麼小眾文化的人 哪管是性小眾也好 其他人 好像不是很多接觸的文化也好 所以就找了一群出來 我Can't think of 會有BDSM 會有承博 會有Drag Queen 魏娘 可能是Less Gay的人 甚至是多人運動 我就想聚集一群 好像很小眾的人 大家一起 會不會營造一種力量出來 就是說 其實我們一點都不小眾 其實我們是一群很大的人 那真的正正說了 他們在做的事 就是他們的Choice 他們也很proud of 自己在做的事 就形成了一件更大的事 現在的MV 可能一開始聽這首歌的時候 就會說 又是說Sex 又是陰陽道具的進化版 但現在不是 整件事更大的意 很有趣的 你如果寫二十年情歌 沒有人調整你 你寫五年Sex的歌 就說你找Sex 沒錯 是很討厭的 對 就經常說 你為什麼經常都要掛在口邊說 為什麼這件事大家都閉門做 都是那句 都是那句 建議大家看 沒錯 Honey的東西 壞事件 快點看 只是告訴你Sex 是真的最原本的 人類的 最 pure 人類的 基本 是說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平常化 很多外國的歌都說 最pop的歌 全部都是在說這些 你們聽不明白的英文歌詞 全部都是在說搞事 是啊 We ask pussy 就是很直白地說 那些Diva全部都 那些 你猜是什麼聲音 就是那些 是啊 但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個社會 就是華人社會 就會覺得 我們好像不是很平常說 甚至是 這麼多百年來幾千年來 其實都是禁忌 可能 你還要一個女生說 是啊 中漏 是啊 你簡直就是一個人類的恥辱 就是人類的恥辱 但我現在就是 為什麼會想做一個終極的Statement 龍鳳登場 就是想平常化這件事 好啊 甚至是再開一個YouTube Channel 雖然現在我還未上載到影片 其實我上個星期是開了Blowjob社 我的YouTube Channel J Auntie 我的好姊妹J Auntie 就是穿著一套修女的衣服 就是會跟大家講性教育的事情 但是已經被YouTube警告過太多次 所以現在不能上載到影片 現在在想方法 看看會不會在Patreon 或者其他 我不知道 Twitter 或者是OnlyFans 那裏再上載 在想方法 其實在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 滿足感 有動力 做多久 做多多 都會繼續做 是 真的嗎 你感覺到她的時間 剛才就是從零到一 搞了多少 做多多事情 就是想 MV 作曲 和梁柏堅 Facetime 很多事情 搞完一大爛餐 其實都是為了講自己想講的事情 整首好歌出來給大家聽 接下來還會挑戰拍MV嗎 接下來還會挑戰 希望可以兩三個月出一首新的歌 在Patreon上我幫到手 好啊 當然好啊 Q最重要 首先一開始大家想到一些新的事情 這個最重要 因為只有我自己一個腦 雖然我很多事情想過 都很複雜 但我很難想到所有的事情 對呀 但你又要幫演藝人協會 對呀 演藝人協會 那個歌只是義工 就是更多事情做了 對呀 為什麼我突然想成為一份子 就是做組織 就是想搞活動 譬如去年就沒有那麼多人幫忙 去年就是我那個界別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去做一些school tour 那時候有些什麼 Yes school tour 去年就再聯繫 去走一些中學 今年的我們自己的協會 就自己搞了 看看可不可以大學又走 中學又走 小學又走 最主要其實都是想幫回歌手 是啊 這個就是我做選組織的目標 尤其是我覺得 再說一件事就是 我們自己做 就是說 不只是想幫助一些top tier的歌手 其實我們這些 中層或者中下層的歌手 是最需要人幫 是啊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 其實可能 紅的那些就最多工作 其實那些人不用你幫的了 是啊 說真的 其實我們這些人 就是他之前的那些 我坐在那裡等 有個人找我做事 是啊 其實那些人已經有很多工作 我們最需要幫這些中層 和中下層的人 不用再幫JFFT 你試當真賣廣告 幫我這些廣告 幫我這些廣告就行 是啊 發兵到你夠多人 是啊 是啊 他們自己已經有很多人看 很搶口 是啊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這些人去自救 自己做活動出來 自己幫自己 所以我就說 不行 我一定要加入這個Club 就是要幫我們這些人 去翻翻上來 要大家支持 認真 要認真 要認真 支持我 沒錯 支持JRV 支持Anyway 是的 剛才你說多些事情 今天很壞 有的 當然 有嘉賓說多些事情 他一說就是很有質素的問題 所以是OK的 就證明是我沒有質素 不是 不是 我覺得這個訪問 比起其他 是低很多的 還有 我覺得 基本上是把我的生平都說出來 是啊 就是 人們問JRV是什麼人 傳這條影片 真的 那我有一個最後很重要的問題 可以 我想問JRV為什麼 JRV為什麼 你想聽一個真實的答法 是嗎 JRV就是 一開始 因為我本身的英文名字 就叫Rachel 實在太OL了 所以那時候 就想懶有型地 作一個三個語詞的音 因為那時候最流行是 Bruno Marks Taylor Swift 三個音 想外國一點的 那時候是Anna R Angela Baby R 不是 沒有 想改一些外國的名字 在自己的 和監製的時候 就在音樂廣場找 一些外國人是叫什麼名字 看到有一個外國人 就是 好像是印度的歌手 是真的不知道什麼 什麼 Ari 那一個字 之後就搜尋 就是代表一些 很有志向的動物 好像會非常奧場的動物 比如鷹 獅子 老虎 很有志向 所以就想用Ari 這個字 然後前面 就打算拼個英文字幕 已經有兩個音 因為很喜歡J 對 一來就很喜歡J 二來就在拼 由ABCDFGHJK 拼上去 寫 Kari很激 Kari Kari Kari很激 所以就沒有採用到一粒音的名字 所以Jace也有想過 Jace也有想過 我感覺到Ari這個名字很適合我中文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是志興 志興 志興 志向興成 我老爸自己 好適合 所以Ari很適合 雷志興 叫我 不要再改了 但我的中文名字真的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 但現在的寫法不是我原本的寫法 我之前也是用我最初的寫法 那個心瑜 但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Packle也很相信風水命理 所以看完之後就說 你原本的寫法的筆劃 是大胸獸 不行 你要改 所以現在改了 是深海的心瑜 我想保持音 但又是另外一個寫法 大家要快點去支持朱心哥 不要スト日 denn jetzt 今集的音聲細氣 細細細細細細 就此為止 Decci 下一次再見 cm个旻 字幕し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